Hello 大家好 我是Sharon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好久不见 希望你们大家都还过得很开心很充实 那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小的长假 然后基本上呢 就是过得还算OK啦 还好 然后就是有忙着工作 然后同时呢 也有跟朋友就是 到处去玩啊 去放松一下 然后就是吃了很多美食 然后你们有看我的Instagram 就知道我已经 就是有放很多美食的照片在上面 那今天呢 基本上呢 我算是来玩载的 对 就是来分享我的那个 最爱的爱用品单元 那 为什么我没有就是每个月定期分享这个爱用品单元呢 我记得我在我之前的视频呢 就好像已经有提到过了 那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在用产品的时候呢 我不可能就是说 只有那一个月 我用那个产品 然后我就觉得它非常非常好用 这样子 那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用一个产品呢 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然后我本身呢 也是 如果说用到非常好用 很喜欢的一个产品呢 我会一直 就是持续的 就是一直这样子用它 然后不会说 好像这个月我喜欢用它 然后下个月我就 移情别类 就是用别的产品 那我自己的本身的性格是这样子啦 所以基本上我就比较没有办法说 每个月就是固定的来分享我的那个 每月最爱这样子 好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爱用品单元呢 是我从 三月到五月的 就是这三个月里面呢 所喜欢用的一些商品 那还有就是一个是 算是饮料吧 对它是一款饮料 所以呢就等一下呢 来跟你们一起分享 好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好首先呢 先来分享一款洁面乳 就是这个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应该非常非常熟悉 它就是Tatcha的那一款洁面乳 那Tatcha他们家呢 其实是 我之前好像有讲过 就是它是一个日本品牌 那Tatcha这个洁面乳呢 是我买他们家的第一个商品 对 因为其实对 之前呢对他们的产品呢 是完全不熟悉的 那为什么会想要买这款洁面乳呢 其实我是之前看一个 LA的YouTuber 叫Claire Marshall 他其实非常非常爱用Tatcha他们家的产品 然后当时我就看了 好像感觉还蛮好用 就有点被烧到被种草 那就从他们最基本的一个产品开始 就是他们的洁面乳 那他们这一款叫 The Deep Class 它基本上呢是非常适合普通肌肤到油性肌肤的 那像我是混合肌嘛 所以我觉得用起来呢非常非常舒服 我个人很喜欢 它里面的那个质地呢 它是有一点点就是 算是半透明的那种质地 然后它的质地呢是有点像是 也不算是洗面乳的那种质地 有点像是gel的质地 然后它里面呢还有那个 那个颗粒感 那它那个颗粒感呢是 Japanese Luffa Fruit Extract 对它基本上就是一种水果的那个萃取 然后就是做成那种颗粒感的感觉 所以你在洗脸的同时呢 你就还可以就是帮你的皮肤 就是去去掉一些老肺脚脂 它的那个味道啊 我个人是觉得还蛮香的啦 就是不是那种香精味很重的那种味道 所以如果你是对香味比较稍微敏感的话呢 我觉得你们去先去他们的柜上呢 先去闻闻看 看你喜不喜欢 那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这款洗面乳呢 是因为它洗完之后呢 你的皮肤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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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净 然后再来呢是一点干燥跟紧绷的感觉 完全没有 洗完后的这个感觉真的是 这个是非常非常舒服啦 我没有办法在这边形容给你们看 或者是在这里洗脸给你们看 但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它使用完后的那个感觉 然后再加上呢 它这个包装啊 坦白说 这太美了 就是它的包装真的是 这是非常非常好看 它的颜色啊 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 这个瓶子的这个材质啊 都做得非常好 那如果硬要说缺点的话呢 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的这个开口的这个部分 它就是这样子转开来 然后就是这样子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以一个洗面产品来说 就是 嗯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呢 就是我觉得设计没有到非常好 如果硬要说缺点的话 但是基本上呢 它的这个整个包装啊 然后再来呢 是它里面的那个洗面乳啊 就是真的是很适合这种我们混油肌的皮肤 或者是如果你是油性皮肤的话 好我在这边看能不能 看能不能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吧 再来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它每一次的那个用量呢 其实你不需要挤很多 大概 大概一厘米的大小这样子吧 一厘米的那个塞再多一点点 你就基本上可以洗洗你的整张脸 好它挤出来的这个颜色跟质地呢 是长这样子 就是有一点点这种半透明的这种质地 然后它的质地呢 是比较就是这种 呃 有点像是凝胶的质地吧 所以你在抹开来的时候呢 就这样子 好我不懂你们可以看得到吗 就是它的那个 它抹开来之后呢 它的那个颗粒感 那个loofa的那个extract 就会出现了 然后就是帮你的皮肤啊 就是做清洁跟去脚脂的这个这个动作 那因为现在我手是没有水的状况之下 就是干的情况啦 所以就是有点有点有点卡住很干的感觉 那你们在用的时候呢 记得要先把你的整张脸打湿 然后再来再来用会 效果会更加的好 涂开来之后呢 就是这样子啦 就是呃 会帮你的皮肤呢 做一个清洁跟去去老肺脚脂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呢 这是我最近这几个呢 非常非常喜欢用的一款奇面露 好接下来呢 来推荐一款防晒 就是这个 这个我相信也不用我多讲吧 就是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熟悉 这个就是 离肤保水他们家的那一款防晒 那我买的这一款呢 它是Melt-In Tinted Cream 它基本上呢 就是有一点点润色效果的 所以如果说你呃 不想擦粉底的话呢 你只是想要单单擦防晒 但是一不想你的肤色看起来气色很不好 或者是肤色不均的话呢 这一款 坦白说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推荐 它基本上对我来说呢 就是有点像是素颜霜的那种概念 那它挤出来的这个颜色啊 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淡淡的 淡淡的这种粉底液的颜色啦 我不相信镜头可以看得清楚嘛 但是它挤出来呢 就是这样子 有点这种淡淡的这种米色 你抹开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帮你的那个皮肤呢 做那个肤色修饰的那个功能 好 然后再来呢 是它抹开的那个质地啊 非常非常的轻敏 非常清爽 然后就是不像一般的其他的防晒 就是因为高细数的防晒 你会觉得说抹开来那个质地很稠很黏 但是理肤保水家他们的这款防晒呢 是完全不会的 然后再来呢它是有抗MT 就是这个UVA的这个功能 UVA基本上呢就是防止我们 就是就是会晒到老化啦 对我之前在其他的视频有讲过 UVA跟UVB的那个意思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知道的话呢 可以去翻我之前的视频 我都有讲过就是 好像是我的一个get ready with me的视频这样子 对然后防晒呢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天气真的是 就是越来越热嘛 然后大家都在希望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防晒 那我自己本身呢是混油肌 然后再加上呢就是有一点点的敏感 然后这边下巴很容易爆痘痘 然后我觉得理肤保水他们家 就是应该不用我多讲嘛 就是非常适合普通肌肤或者是敏感肌肤的人 那它这一款防晒呢其实它有出 呃有那个普通版的就是它是透明的就是白色的颜色 就是你涂开来之后呢它是没有任何的颜色 它基本上就是只是纯粹一款防晒 然后它还有另外一款好像是BB cream 就是如果你要稍微遮瑕力比较好一点的话呢 你就可以选择BB cream那一款 然后再来呢就是这款Melt-in-tinted cream 那Melt-in-tinted cream跟BB cream的分别就是呢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呃质地啊就是 跟它的那个普通的那个防晒呢是一样的 只是它这个有一点点的润色效果 然后这个呢我是很喜欢拿它来做我的那个 呃妆前乳就是一个make-up base的一个概念 所以基本上呢就是防晒也顾到 然后再来就是妆前打底也已经呃就是做好了 就是就是二合一的一个功效啦 我觉得很方便 然后再来呢是它的这个体积啊 这样子小小一条呢 呃我觉得 细带出门或者是带出国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啦 然后再来呢是它就是没有酒精没有carabin 这个也应该有骗我多讲 对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用它 那我每次用它来打底之后呢 我发现到我用的那个粉底液的用量呢 就可以大大的减少 因为它基本上呢就是有那个修饰 呃跟润色的那个功能嘛 所以如果你的肤色已经被被调好之后呢 你基本上其实如果你的皮肤没有太多的那些 呃斑斑点点或者是缺点的话呢 其实你的粉底液的用量呢就可以 呃我觉得至少可以减少一半啦 那我自己是大概是大概减少一半的那个粉底液的用量 所以我每次呃说想要出门一整天的话呢 然后我又不想上太多粉底的话 我就会用这一款来做妆前打底 然后粉底的用量呢我就可以减少 或者是我会呃拿它来搭配就是那种呃 呃BB cushion就是气垫粉饼这样子 所以这一款呢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如果你是呃学生或者是你是呃上班族 就是比较不太不太喜欢化妆 或者是没有时间化妆的话呢 但是你不想你的呃肤色或者是气色 看起来非常差的话呢 我个人是还蛮推荐 理肤保随他们家这一款呃 这个Melt in Chinter Cream的这款防晒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说到粉底液呢 接下来推荐一款粉底液就是这个 这个是The Face Shop他们家那款In Lasting Foundation的粉底液 然后它是有SPA 30 PA两个加 那我今天脸上用的这个粉底呢也是这一瓶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包装 它的包装就是呃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粉底的包装啦 它是呃这种玻璃的算是玻璃的瓶身吧 对然后打开来之后呢 它里面就是这样子有这个按压头的设计 那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种设计 因为我觉得就是比较方便 然后就是也比较好控制那个用量 好它的质地呢就是长这样子 呃不算是非常丑 但是也没有到非常的水润的那种感觉 就是大概是中间这样子吧 对它的质地呢就是长这样子 你可以看得出它的滑动性并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你推开来之后啊 它的那个质地呢就会变得很轻薄 对然后就是很服贴的感觉 对然后就是很服贴的感觉 它的延长性呢也非常非常好 所以你基本上在用的时候呢 其实你的用量也不需要太多 基本上就是大概呃半个压 半个压压下去的那个用量呢 就呃足以就是大概用全粘 或者是至少可能半点点 呃就是看你的那个用法是怎么用的 好它推开来之后呢 它就是长这样子 你看它的那个那个服贴度非常非常好 然后再来呢是它的这个颜色呢很自然 那我的这个颜色呢是201 就是跟我的肤色呢 基本上算是呃算是还蛮搭还蛮适合的 然后就是比较一个算是中间的一个色调吧 你看它的那个服贴度非常非常好 就是完全就是不会说呃会有很干 或者是不知道是很很很稠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来呢是我觉得这种实力它的好处就是 如果你要呃叠加的话呢 会呃会非常的方便 会比较呃比较没有那种厚重的感觉 因为像有些粉底液啊 你涂低沉的时候呢 就已经感觉就是呃非常厚重的那种感觉 就是呃很不舒服这样子 然后你想要再叠第二层你就觉得哇 会很会很闷啊就是很厚重的感觉 但是这款粉底液啊它的那个质地啊 你看非常非常清爽非常的轻薄 我只是这样子薄薄的这样子抹一层这样 然后它就已经这么的服贴了 看就是长这样子 然后你要再加第二层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再加第二层 那第二层加上去之后呢 其实它的质地呢 它的那个服贴度跟质地呢 还算是非常的算是很轻薄 不会说到很很闷很厚重的那种感觉 就是如果你想要增加那个遮瑕度的话呢 你可以再这样子薄薄的再加第二层 那第二层加上去 它同样还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服贴 所以这一款粉底液呢 是我最近个喜悦真的是非常非常常用到它 虽然我是混油肌 然后它呈现出来的那个妆感呢 会稍微比较有光泽度 但是我觉得用蜜粉就是定妆完之后呢 它基本上算是OK的 不会说到会让你很油亮的那种感觉 好像我今天这样子 它不会到完全的雾面 然后也不会到说很有光泽度的那种 我觉得它的质地呢 就是大概卡在中间这样子吧 好像我今天这个妆啦 你看我现在已经用 我这个是已经用蜜粉定完妆了喔 但是它还是可以微微的看到一些光泽度 那我觉得基本上算是 对我来说现在目前的喜好呢 我觉得算是OK啦 因为我也不希望说整张脸看得太雾面 或者是没有任何的一点光泽度 就是不会很立体的感觉 你看像我现在这样子 这边有一点点光泽度 我觉得基本上这种算是OK的 只要就是如果你是要出门一整天的话呢 你怕会很容易出油流汗啦 你就带着你的粉饼 蜜粉饼啊还是粉饼 这样子去定妆就 基本上就觉得我觉得就是OK啦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这个 用这一瓶的这个妆改给你们看一下 好接下来呢 推荐一款遮瑕衣就是这个 这个是韩国品牌 比亚他们的这一款遮瑕衣 那我用的颜色呢是01号 那这款遮瑕衣呢 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用它 主要是我觉得它的这个遮瑕度呢 算是 算是中等偏高一点点 然后再来呢是它的这个延展性 跟那个服贴度呢也非常好 好首先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设计跟包装 好它的这个设计呢是长这样子 打开来之后呢 它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海绵头 所以你可以就是直接这样子点在脸上 然后就是用手或者是你的遮瑕刷去把它给拍开来 好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 好它的质地跟颜色呢就是长这样子 它的这款颜色应该算是 我不确定是不是最白的颜色啦 因为这一款我是在网路上买的 所以没有的试色 但我觉得应该以颜色来说应该算是最白的颜色吧 然后它的这个延展性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可以从镜头上里面看到 它的延展性非常非常好 你看我就只是这样子轻轻的刷一层 就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服贴非常的好 然后再来呢就直接这样子用手 把它给拍开来 那以遮瑕度来说呢 我觉得它的遮瑕度呢 算是还还蛮不错的 就是有中等偏高一点点的遮瑕 然后通常呢我会拿它来遮我眼下的这个黑眼圈呢 是遮得住的 好 那虽然它是这种液态的这种遮瑕 但是它不会说到非常的水润的那种质地 因为像有些太过水润的遮瑕液啊 你如果拿它来遮眼下的黑眼圈呢 它就会很容易就是 会卡线卡纹这样子 但是这一款呢 我用下来这几个月之后呢 我觉得它的这个 它的服贴度非常好 然后再来呢是它没有就是 卡到我的那个细纹跟那个皱纹里面 拍开完之后呢就是长这样子 你可以看得出它的那个服贴度啊 跟那个遮瑕力呢 算是真的是非常好 就是不像是一般一些水润的那种遮瑕液呢 你拍开完之后呢 它就是有这种光泽感很强 或者是水水润润的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服贴 然后再来呢是遮瑕度是真的是非常好 好再示范一次呢就是拿它来遮我手上的 手上没有什么斑点 好我就大概遮一下我手上这个 这个质好了 好尽量 这个就是我手上的那颗质 好拍开来之后呢是长这样子 我不确定你们看得到吗 就是我的质呢是在这里 然后就用遮瑕 就是遮一下之后呢 这个是薄薄的遮一层 所以它大概可以有 大概有50%以上的这个遮瑕力 所以如果你是比如说脸上很容易有一些 很浅的痘印啊痘疤 我觉得它的这个遮瑕力呢是足够的 所以这款呢就推荐给你们 但是因为币亚这个品牌呢 新加坡是没有专卖店也没有贵位 所以如果你们要买他们家的产品的话呢 我会比较介意就是你们去Gmarket 或者是去网路上直接购买会比较方便 好接下来呢就是一款修容就是这个 这个是Misha他们家的那个Cottin Contour的修容笔 那我的这个颜色呢 我忘记我买的这个颜色是什么 我会尽量的找出来 然后把它打在下面的资讯栏 那这款修容啊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包装好了 它的包装呢就是长这样子 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四方盒 然后是塑料的这个盒子 然后打开来之后呢 它里面的颜色就是长这样 那这款颜色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颜色呢 色调调的刚刚好 对于我的肤色来讲啊 它不会到说很深 但也不会到说特别的浅 然后再来呢是它的这个颜色的色调啊 就是 不会到说很偏太过橘色的那种那种颜色 因为有些修容跟那个古董粉啊 它会比较稍微偏橘一点点 所以对于我们这种 比较比较黄皮肤 稍微带一点白色调的皮肤来讲呢 会比较 比较不太的适合啦 因为我觉得那种颜色呢 会比较适合像是西方人他们的一些比较健康的肤色这样子 好那我因为今天还没有上鼻影跟修容 我就直接当场 现在呢来示范给你们看 那通常我会拿它来当我的那个鼻影 所以我会用这种比较蓬松的刷子呢 沾一点点 因为它的颜色呢 是属于这种比较自然的颜色 所以如果你就是 沾多一点点的话呢 其实也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就稍微这样子抖掉 好我就直接拿来刷 来刷鼻影给你们看 通常会这样子 然后慢慢的就是直接这样子戴下来 好 我先刷一边给你们看 我不确定你们看得清楚嘛 就是 你看这边有刷鼻影跟 这边没有刷鼻影 就是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差别啦 虽然差别不大 因为我的这个距离跟鼻头呢 实在是太宽了 你看这边有刷完之后呢 它就是 看起来呢 会稍微比较立体 有没有 就是这个部分 然后这边呢 是没有刷鼻影的 但是它的那个颜色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自然 就是说不会太 不会太深 或者是太浅 就是看不到颜色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啊 调的是非常的适中 刚刚好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有时候我会拿它来 就是 像做修容啊 这样子来刷我的 这个下巴啊 就是那个 颧骨的地方 好 有时候像这样子 下巴呢 我会稍微的带一点点 因为它的这个颜色呢 非常非常的自然 然后再来呢 是它的这个粉质的这个质地啊 它的粉压得非常非常的逆实 然后再来呢 是它的那个粉非常的顺滑 好 给你们看一下颜色 虽然可能看不太清楚啦 因为它颜色很属于比较自然 但是 它的那个粉的质地啊 是非常非常的细致 然后再来呢 是你看它基本上 没有 没有任何的飞粉 我刚刚这样子刷子 来回几次 你看它的那个 眼影 那个颜色盘里面 没有任何的飞粉 所以我觉得它这一款真的是 粉质真的是 做得非常非常好 好 然后我通常有时候会这样子 然后来刷一下我这个 下巴这个腮帮纸的部分 你看它的颜色 非常非常自然 有没有 所以这个 这个修容笔啊 是我最近这几个月真的是 非常非常喜欢用的一款修容笔 好在这里呢 就推荐给你们 那色号的部分呢 我会尽量的找出来 然后把它打在下面的 information box 那说到修容呢 就一定少不了打亮 那打亮的部分呢 我最近这几个月非常爱用的呢 就是这一款 那这个是 那这个是unisfree 他们家 推出的一个 限量版的一个 一个打亮 那我记得它这一款 好像是 2017 还是2018的 这个限量版 春季的限量版 对 然后这个打亮呢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那它的这个包装呢 坦白说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那坦白说我当初会买它的原因是因为第一点它是限量版 然后再来第二点呢 是它的这个包装非常非常好看 好它的这个包装呢 就是这样子 浅蓝色呢 然后就是这种塑料盒 然后这个 有一个这个 呃 花的这个图案的压纹在上面 那打开来之后呢 那里面呢 就是呃 比较遗憾的是它没有一个这个镜子啦 如果有镜子呢 会更加的加分 好打开来之后呢 它里面的这个颜色呢 就是长这样子 有没有 非常非常漂亮 就是有 呃 那个立体的这个花纹的压纹在上面 那坦白说呢 其实以打亮的部分呢 呃 我自己本身呢 其实比较 比较不太喜欢用这种 呃 这种打亮饼 就是呃 有很多颜色就是拼皱在一起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 虽然看上去是很很漂亮很缤纷的颜色 但是我觉得在使用上就是 给我的感觉是刷出来之后呢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光泽感跟颜色呢 不会好看 对所以我一直以来呢 都呃 不太喜欢这种 有很多颜色的这种打亮饼 但是这一款呢 它完全让我改观 好 它里面这个颜色呢 有白色 呃 就是白色 米黄色 粉色 橘色跟那个紫色嘛 那通常一般人看到这种颜色就说 哦 好漂亮好漂亮 但是呃 不知道要怎么使用 对不对 然后我当初一开始呢 其实呃 也是有大约 也是有这样子的这种想法 就是感觉说是很漂亮 但是用起来就是呃 我感觉就是我自己是不喜欢的 然后就是感觉说它刷出来的光泽感是不美的 但是呢 我错了 它这一款呢 刷出来的光泽感非常非常漂亮很自然 好 首先拿我的这个打亮刷 像我今天没有上打亮嘛 我就直接示范给你们看 从上面的这个部分 往下 这样子有没有 往下刷一道 接着呢 我会直接就是 打亮在全骨 好来咯 我不确定你们看得清楚吗 它的这个这个打亮在这里 它的那个光泽感 非常非常自然 就是跟我想象的是完全是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很多颜色的这种打亮啊 如果你就是刷不好 或者是它的那个粉质不好的话呢 有时候它打出来的那个光泽感 会有很多那种那种激光的那种颜色 像什么粉色调啦 或者是紫色调那种 但是这款它完全不会你看 非常非常的自然 有没有这个这个光泽感在这里 好 可能镜头看不太明显 但是我这样镜子看呢 它的那个光泽感呢 是漂亮的 是自然的 好 再来刷 刷多几次 那我就直接拿打亮鼻子这里 好 打亮完之后呢 你看 那个光泽感是不是很漂亮很自然 所以如果你是不喜欢那种很很 很嚣张的那种光泽感啊 我觉得这一款呢 它是真的是还蛮好用的 那我在这里也感觉到非常抱歉 因为它是限量版的 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呢 其实也是买已经买不到了 但是我个人呢就是 这几个月呢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用这款打亮 因为我觉得它的光泽感呢 真的是很漂亮很自然 好 直接刷另外一边 刷出来呢就是这样子 你看那个光泽 非常非常自然有没有 而且很漂亮很自然的这个光 所以我最近呢 所以我最近呢 这几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用这款打亮 我在这里呢 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因为它是限量版的 所以如果要买的话呢 已经真的是买不到了 好接下来呢就是一款上妆的工具 就是这个 这个是AXU HEALTH 他们家推出的这款 Double Lasting Skin Master Brush 就是那个粉底刷 那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粉底刷呢 一定是感觉非常的熟悉 有没有 因为它跟直春秀他们家推出那款 那个粉底刷呢 是非常相似的那个设计 对 然后呢它这款粉底刷呢 我个人很喜欢 因为它刷出来的那个 那个妆啊 那个粉底啊 是完全没有粉痕的 那抱歉 因为我刚刚就是有用过几次 然后刚刚也拿来用 所以就是有一点点脏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那好 那它刷出来的这个粉底呢 它非常非常的自然 非常服贴 就是没有任何的粉痕 然后再来呢 是我觉得它的这个 这个刷头的这个大小啊 就是你这样子 直接刷一道两道 再半边脸啊 你半边脸的底妆呢 就完成了 非常非常方便非常快速 然后再来呢是 我觉得它的这个刷毛呢 就是做的是还蛮 还蛮扎实的 就是很密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在刷粉底的时候呢 就比较不会说 特别的刷出那种粉的痕迹啊 这样子 我就 就直接用它来刷全脸 然后就不用 再用什么海绵啊 还是什么 那个BB SPUNGE 这样子把它给推开 这样 你就直接这样子刷 刷完之后呢 你的这个妆呢 不但没有粉呢 而且它的服贴度呢 也会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最近这几个月呢 真的是很喜欢用这款粉底刷 你看它已经就是 我之前有拿去洗过啦 但是洗完之后呢 就是它里面的那个 那个 那个毛里面呢 还是会有残留一些 那个粉底液啦 就是可能是因为它压的 比较扎实 比较密的这个关系 所以它在里面的这些毛啊 会比较难清洗到 所以以缺点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在清洗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稍微要 比较花多一点时间呢 才可以把它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但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它这款粉底刷呢 非常非常好用 那我觉得以它的这个size来讲 也非常的方便啦 就是你带出门 或者是你带出国呢 你就这样子 直接用一个刷子 搞定你的底妆 非常非常方便 然后它这一款呢 是有附送那个 那个塑料套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就不用怕说 会弄脏啊 或者是很不方便 携带这样子 好 接下来呢 推荐一款香水 就是这个 这个香水呢 是我在H&M买的 那H&M他们家就是 除了有彩妆 有服饰之外呢 他们最近呢 也推出了香水 跟香氛的这个系列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选择 那我的这个味道呢 是这个名称啊 我不太会念 我会直接把它的名字打出来 就是 就是这个颜色 那以味道来讲啊 唉 我根本觉得它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香 我不太 我不太会形容味道啦 就是很清新的那种感觉 然后不会说很甜 也不会说到很厚重 闻得很腻的那种感觉 对 它的味道呢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清新 就是 感觉就是很适合春夏的那种味道 一些是接下来的夏天 呃 我相信大家就是 如果在用香水或香氛这种东西 应该会 应该会比较想要用 比较清淡一点的味道啦 那这一款呢 它就是这种 比较清淡清新的这种味道 对 它的味道呢是 是很香很自然很清新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不太会形容啦 就是 如果你们对 他们家的香水呢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H&M他们的家 他们的店呢 就是去闻闻看那个味道 你看我已经真的是用到 已经超过一半 就剩那么一点点 然后我会持续的用它 然后再来呢 是我觉得他们家出这种小包装呢 是非常的方便啦 就是你带出门 或者是带出国 就真的是很方便使用 然后也不用怕说 带一瓶香水 就是很重的那种感觉 这个这样小小一瓶啊 你就直接放在你的化妆包 或者是放在你的行李箱 什么都非常方便啦 所以如果你们 对他们家的香水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H&M他们家的那个店 去闻闻看 看你喜欢哪个味道 因为他们出的这个味道呢 其实还蛮多种 所以就是看你个人的喜好啦 好接下来呢 来推荐一款饮料 就是跟彩妆没有任何的关系 就是这个 那这款饮料呢 是我在日本之家 Japan Home找到的 那它这款呢 是叫坚果饮 那它这个口味呢 是macadamia nut and almond powder 那它基本上呢 就是有那个 呃 有那个macadamia的那个 那个nut在里面 然后它的那个粉呢 是那个杏仁粉 那我自己本身呢 是很喜欢吃这种 呃 有一个是wana 就是核桃的 然后就是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些味道啦 呃 你们可以去Japan Home那边找找看 那这款呃 这个饮料啊 它一共里面就是这样子一大包呢 有呃 有十包 它的包装呢就是长这样子 就是有独立包装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呃 放在家里 或者是办公室 或者是带出国呢 都呃 非常非常的方便 它里面呢 就是这样子粉状的 然后你直接倒在杯子里面 然后加开水就可以喝了 像我现在呃 杯子里面喝的呢 就是呃 这个这个饮料 泡完之后呢 它的那个呃 颜色呢 是乳白色的 好 我不确定你们看得到吗 给你们看一下 它里面呢 是 是这样子白色的 有没有 那它的这个口感呢 我个人非常喜欢 因为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almond的味道呢 非常非常的香 非常的浓郁 大家可能就想说 嗯 这样这种这种饮料啊 它是粉状的嘛 可能它的味道呢 不会说到很浓 但是它的那个 那个味道 它的那个almond味呢 非常非常的香 非常的浓 我先喝一口 嗯 嗯 哦 它的那个almond味 真的是很好 非常非常香 然后再来呢 是它这一款饮料呢 其实喝 喝完之后呢 会有 会让你有饱足感 所以如果说 你早上来不及吃早餐啊 或者是呃 不知道喝什么饮料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呃 就是冲这样子 一包来喝 一杯来喝呢 你就会有呃 就会有那个饱足感在里面 对 然后再来呢 是它这样子一整包啊 它的价格呢 也非常非常便宜 这样子一整包呢 才新币4块9 对 5块钱都不到 然后再来呢 就是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呢 呃 我相信是还蛮足够的 它后面呢 就是有写那个 有写那个 呃 每一款饮料啦 就是这样子直接 倒在杯子 然后加开水就可以喝了 然后它里面呢 就是这样 独立包装的 对 然后这个好像是台湾的食品吧 对 它后面有写就是美台湾 对 然后就是有分很多不同的口碑 所以就是 你们可以自己去日本自家那边 找找看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口碑 好 在这里呢 就推荐给你们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这一次的3月到5月的爱用品 希望你们还看的开心 那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请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 然后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想要知道我的日常生活状态呢 可以去追踪我的Instagram在这里 好了 那我们就下一次见 拜拜